主委 我們可以認同說累積了數十年的這個管理經驗的這個將領 希望說他才50歲左右 讓他還有一些對社會貢獻的這個可能性 那其實我覺得既然他們已經擁有他們的才能 可以讓他們去就業市場競爭 如果在就業他們非常優秀的話 我想在就業市場上面應該不會找不到工作 那真的有非常優秀的將領 到就業市場上面居然找不到工作 那到時候我們的相關轉投資工的這個事業 再來評估是否要來去聘用他 這樣子不是應該比較有道理嗎 因為我們直接就把這些我們認為很優秀的 就一定是用到我們的這個轉投資的事業 而不是讓他有更多在這個就業市場上面的這個比較之後 那難怪國人都會覺得這個聽起來不太合道理 對我們對我們的公司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找到最優秀的人 所以我們會從我們會從六十幾年開始做投資事業開始 我們就是這樣子就是先把我們公司可能出缺 然後把這些人的條件發文給國防部 請國防部能夠推薦給我們 我們當然希望最好的人到我們這邊來 我了解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們經過了這個外面就業市場的競爭 還證明他們是最好 因為我上次有舉過幾個例子 事實上在我們的一些基層比較這個這個這個 階級沒有到那麼高的其他的將領或其他的這個校級以下的 他們其實有一些是國際知名的企業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外面的就業市場競爭過之後 他可以再回來啊 我們沒有不讓他回來 他那個時候的年紀 我們認為是說 因為他退伍的年紀可能是這個五十出頭 如果到外面去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回來他的年紀 因為我們是六十二歲以上 我們就不派了 在六十五歲他就必須要離職 那就像我剛剛跟您報告的 我們希望我們所知道最好的人 把他動漏到我們到公司來 一般在社會上工作 這樣子的說法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大家自己可以感受 就當然是可以接受公平 但是另外一塊我想要說的就是 因為你們所有的這裡面 寫的具有事業經營管理學能 其實在這個整個這個 人這個管理要點裡面 幾乎每一項裡面都有寫到 具有事業經營管理學能者 那按照最後我們收到你們的資料 事實上有經營民營公司背景者 裡面是都看不到 只有這個有學分班啊課程相關的 因為我剛好是念企業管理的 那我在大學修企業管理 一般的企業管理 跟在國防部裡面 帶軍隊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我很簡單的把我修過的課程念一下 市場競爭 我覺得有點可惜 高中大學的科技管理博士 所以你剛才講的課程 所以我要講的是 那你應該要說你要轉任 你怎麼說不轉任呢 我沒有說 我說我暫時沒有這個打算 顯然比目前我們知道的這些還不適合 在台灣有另外一支軍隊跟國防部競爭嗎 我們的每一個軍官 我們有邀請法國 他必須 他都要會 你剛才唸的這些東西 他都要會 而且這個管理來講 我們不要進入這一種口舌之爭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開放市場的競爭 跟在民間的企業 剛剛也不斷的講 我們這個幾個這個相關的轉投資 他都面臨很多不一樣的競爭 有一些是實質 這個連能源局都說 天然氣啊 天然氣 法令雖然沒有規定分區獨佔 但因為設備成本高回收成本慢 造成現今分區壟斷的市場情況 也就是說 雖然法律上的名詞定義不算 但是連能源局 也就是要送天然氣 送家屬 送家屬去你們公里面的那些 但他自己又說這已經是壟斷了 所以是不是 我們大家有公平 但是我要講的是 即便都面對市場的競爭 國防部是最不用競爭 因為台灣沒有另外一支軍隊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現在只是要確定一件事 我了解裡面的將領 他們會有很多的才能 但是這些才能 是不是剛好在有市場競爭的這個裡面 成為一個最優秀的這個企業管理 這個 社會是存疑 存疑的原因 剛剛幾位委員 也已經都講得很清楚了 我想你也不用在這邊再回覆 剛剛已經回覆過他們的話 我只是要再強調另外一塊事情就是 那2012年 這個就是這個熔電 惡性倒閉的事情 這個事情很明顯就是管理不當 他至少勞權的保障 他連這個 這個退休金的這個提搏都沒有 人 閃閃就連退休金啊 資險費就領不到啊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管理不當的公司對不對 應該算吧 這是個管理不當以及財務操作不當的公司 是 所以這個很明顯 我現在舉一個 那我想知道的是 既然這樣 我們的轉投資公司 我們有沒有去盯他們說 以那個為例 我們的退休金提搏 應該要到幾%以上 有 現在我們都醫療基法的規定 各公司都要醫療基法規定 要提出退休準備金 我跟你說喔 你們提出來的退休準備金啊 有很多 我在這個手上 因為陳情資料 有的時候會跟他們公會有關 我就不會講一下 他們是寧願提搏不到 但是被罰錢沒關係啦 他沒有提搏到啊 他是發現說他提搏不到被罰的錢 還比較省 還不如不要提搏 欸 這個國家的相關轉投資的事業 應該是要用最嚴格的法令標準 來檢視自己 結果這種東西是民間在逃避 退休金的提搏用的方法 那算是說你會負責多少錢 我就不會提搏 這是民間 你講的公司我了解 但是現在這家公司 目前已經在積極了 在盡量盡量 因為一次提搏太大 幾乎將近7千萬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先跟你講 你講這個我理解 關於退休金的提搏這件事情 原來是發生農電之後 大家趕快才來發現說 原來我們以前有管理不當 不只是農電 有這麼多的公司 這個 退休金的提搏都不符合規定 所以我們趕快來檢討 可見 過去幾十年來 在管理這些公司的人 他就有某些地方有疏忽嘛 要不然應該是農電自己出事 其他說 因為我非常會管理 所以我根本沒這個問題 結果不是嘛 我們大部分都是沒有發現有這個問題 這個我只要反正回來說 可見我們去管理的那些人 他有很多盲點 因為在國風部 他不用考慮退休金提搏的事啊 我這些官兵有沒有退休金 我要講的就是很多的這個層面 在企業管理 跟在當降臨是不一樣 這樣會說 發生農電之後 那我就是 反推一次 我知道邏輯慢慢講一次給你聽 如果我們的降臨 非常的會企業管理 叫你來講 農電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公司都說 我沒有這種事情啦 因為我很經營的啦 只有農電這個陷阱的 真的這樣啦 結果不是 是我們大部分的都發生說 我也有這個問題 趕快來改進 那可見我們幾十年來 大家都沒有發現這個事 我才要講說 為什麼我們在講 我們的降臨 不是那麼會經營的原因 那我回來講 所以 我希望齁 因為剛剛那個王委員 他也有提到啦 有很多的 我們的轉投資 實際上是過半 你轉投資 自己本身退輔會沒有過半 但是 他投資到另外一個 退輔會轉投資的公司 他再投資過去 然後咬起來 其實實際過半 其實有不少是這樣 我要要求退輔會去演你 就是 即便在這樣子的公司裡面齁 我們一定要 我們要 要言以律己 要言以律己 我們一定要去准用 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的這個本法所營 國營事業法裡面提到的 我們如果超過50%的齁 我們應該要有 公會 代表 我們董監事業 公會代表 因為我剛才說這個問題齁 其實不用 等到立法委員來質詢 就會 就應該會發現 如果我們有公會代表 為什麼我們長期 不會去發現裡面的這些問題 那是因為裡面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都是由我們自己的退休 這個將領去當 然後他自己又不是那麼具備 企業管理的能力 所以他就又發生了這個 出事了才發現我問題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要在這邊提醒的就是 有公會代表才會幫助我們 這些轉投資公司 這些問題提早發現 不是扣之後才來處理而已 所以我在這邊要要求就是說 在今天質詢之後 第一個請退府會 把我們實質過半 就是包括你轉投資再轉投資的這種 加起來 實質過半的企業 條列給我們 給我們一個報告就是有哪些 第二個 這些公司 退休金提拨的狀況 也就是他們是推 現在提播到怎麼樣 第三個就是 我們對於 要在這些公司都設置公會代表 我們的董監事 要有設公會代表的這一個 研拟可能性 給我一個辦法 那我想這個才會 漸漸的讓它正常化 因為讓國營事業 上一次你也有提到 我們自認為說我們有一些事業 經營的比中華電信還好 中華電信它事實上是有 它第一個它已經不是壟斷事業了 第二個 它一定有公會代表 那我們講的發生的這些問題 只要有公會代表 我們這些公司就可以盡量避免這些問題 所以我是來幫你們 這我們可以下去研究 謝謝委員 這三項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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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位我們請 徐志榮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董主委 主委請 主委好 委員長 主委您辛苦了 那個有關 我們今天的這個專案報告 就是轉投資 事業機構經理人以上 林顯標準 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派出去的 畢竟啊 戰場更新